您好 欢迎收看1月9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东基督教医院新建癌症医疗大楼 目前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 现场黄坚廷在9号上午带头捐出了 他今年的年终奖金有24万元 他也号召县府员工7月及民众来响应 一起为守护台东人的健康而努力 台东县离癌比例比全国要低 但癌症死亡率却是全国最高 原因可能是较晚发现或医疗资源不足 或必须长途奔波到西部大医院治疗 过去就有不少民众放弃治疗的情形发生 为让台东民众能就近得到先进妥适的癌症治疗 台东基督教医院与核信医院将西首新建癌症医疗大楼 准备要引进最先进的放射治疗设备 年同医疗大楼共需要4亿元经费 目前经费缺口很大 让东基医疗财团法人执行长吕信雄伤透脑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核信的主任郑主任跟我提说 台东换射治疗的设备 只有一台不够 因为我们有20万的人口 应该有两台 10万人口一台 至少有两台 另外就是那一台 就是原有的这一台 也稍微是行脑模式 是比较旧一点 那本身因为换尿本身是要有很好的辐射防护 所以我们必须开一个大楼的地下室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本身我们已经准备了移椅 那加上木了快七千万 所以我们大概差八千万 我相信这两年完工之前 其实没有问题可以把它 就是可以找到这个敬畏 另外比较贵的设备是换尿的设备 设备另外1.5亿 过去台东马街医院新建急重症医疗大楼 县长黄建廷就曾号召县府同仁 捐出426万余元 这次为了帮助东基酬间癌症大楼 同样不遗余力 9号上午率先捐出24万元的年终奖金 希望起带头作用 也希望县府及所属机关同仁 企业团体也能共襄胜举 102年的时候 那时候马街医院要盖他们的急重症医疗大楼的时候 我自己就率先捐出我的年终奖金 全部的年终奖金 然后也发起县府的同仁 一起来协助 那一年我们县府总共捐了400多万 东基是没有财团背景 没有任何靠山的一个机构 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要筹募款来的 所以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 我也愿意把这个我今年的年终奖金 一样全部捐出来 那我希望我们县府的同仁 大家要踊跃来参与这个捐款的运动 虽然县长捐出的年终奖金 对经费缺口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但这却是守护台东人健康的最好表现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